我是鬼,不是人 我是鬼,不是人 是PCSita 宣空道長 本府姑且相信你意志 你要是肯胡言亂語、妖言禍眾 你就等著賜官司 史大人請放心 此區必有收穫 請 莊 elected 為什麼你不跟我哥哥說去 Titanic 施大人是个实事求是的人 他怎么会相信这些鬼神之说呢 万一适得其反 造成误会 秋月小姐和淮河百姓 岂不是要冤沉大海吗 这倒也是 施大人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没做什么 我们在说个糊涂道士 戏弄个傻极府的故事 您要不要一块听听 宣控 哪来的鬼 平道远 下情回禀 不用禀了 张药无召 押入大牢 大人 大人 我就不搭桥你们了 你们请不吝啥 继续聊吧 看着去 你怎么又出来了 多谢二位仗义相助 秋月姑娘 您别客气了 这为鬼生冤 前有包青天 后有我假青天 你们的冤情 就包在我身上了 听说 昨天你跟施大人到公部去了 是 是的 还和上厨大人 借了和公祭祀 是的 是有什么原因吗 学生应见 王怀二世 屡次犯了成灾 故儿想多了解一点 历来治水的经过 你还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 治水失败的原因 王怀二世 乃至中国千百年之祸 治不好也不能治 这是天灾 你就不必再去研究它了 可是 王怀的百姓 那是怪他们的命不好 他们只能怨天不能怨人 我只是想告诉你 不要管严实 这样对你不好 恩师 学生听说 你曾经担任过安徽部赠司 之又如何 是 小历恩师也治过水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难不成 是你上任没几天 就想来挖我的体 学生不敢 那就到此为止 不要再问 来啦 王爷 有没有吩咐 带韩大人到客房去休息 是 陆小姐 我问你 你什么意思啊 怎么了 你为什么要惹我爹生气 我没有说什么 你没事问东问西的 还说没有 你为什么要打我 你惹我爹生气 我不该打你吗 怎么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双儿 一个人在该发脾气的时候 不发脾气 可见得此人臣服之身 我能不防备他吗 爹 您太多心了啦 你不觉得 他不对我发脾气 那是因为他喜欢我 你说对不 爹 对对对 你是爹的宝贝女儿 当然是人见人爱啦 那还用你说 小黄姑娘 你还好吧 事情有没有进展 甭提了 差点没跟我弄砸 这到底怎么回事 诺贝 韩玥 恩师 你在跟谁说话 没有啊 恩师找学生有事 听说双儿得罪了你 所以呢 我特地来跟你致歉 其实 这件事情我也有错 我不该惹恩师 生气的 你别这么说 其实呢 是我过火了一点 你要知道 那次水患 对我来说 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梦念 我很怕听别人提起他 学生明白 你不明白 你要知道 如果事先 我能够阻止江大人 你该知道江大人吧 不是不是 学生 只是猜测吧 一定是施士伦 恩师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 你不要提他说话 韩玥 你要搞清楚 是谁在提拔你 是我陆内安 不是施士伦 你可别忘恩负义啊 你说那韩玥他怎么样 他在陆内安面前说溜了嘴 让陆内安马上起了疑心 而且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在中间挑拨这件事 我看这会儿是羊肉没吃着惹的一身山 这状元公他也是嘴上无毛半事不老 你别乱下断雨 是韩玥他要不是个聪明人的话 也不可能高中状元 此举必定有他的用意在 我不得不这么做 这叫做引蛇出洞 我不懂 你想想看 陆瑞安 当年既然能够瞒天过海 犯下此案 他绝非是个等闲之辈 我如果不以言语去试探他 他又怎么会轻易地露出破绽 所以你故意把事情给说穿了 来试探他 如果我猜得不错 他很快就会有行动 老爷 你知道属下有何吩咐 你记不记得三年前 江苏海的事 属下不是都把他解决掉了吗 可是我发觉 有人爱他写事 想要翻旧账 什么人 师不全 大夫 只要陆瑞安 知道壮阳公 知道他的事情 会不会对他不利 这陆瑞安如果这么做的话 那他就太笨了 为什么 因为那韩玉只是知道此事 手中并没有掌握到实据 对陆瑞安还构不成威胁 要对付他 不如来对付他 这么说 您手中 莫有陆瑞安犯罪的实据了 不错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追查此事 而且已经掌握到许多有力的证据 一旦实机成熟 我就奏请圣上益处 对 emot 自苑 有 Од航 翼 看 对 对 我 怎么 是 机 怎 Leah 辽 走 瞧 別追了 哥 你為什麼不讓我去追呢 我連真面目都沒看到 沒關係 只要刺客一出現 表示對方已經沉不住氣 大人 我說你這招也未免太危險了吧 剛才要不是小洪他們在這埋伏的 只怕那隱蛇出動那毒蛇 早就咬到你了 我就怕他不咬我 反過頭去咬那韓玉 那豈不是更糟 哥 你還這麼說 要不剛好那飛鏢打歪了 要不你怎麼會有命在這兒 阿大溫秀妹跟母親要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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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外頭好好看著 走 你們兩個到房裡來 我有話告訴你 小洪 我說你這件工夫還真是了得 尤其剛才那幾個花盆 嘿嘿 真悬 趕別人教教我 啊 教你的頭 怎麼會有這種事呢 奇怪 大人 陸瑞安一定以為你手中會有他的證據 這麼說起來 你挺危險的 這也是我的計測之一啊 我不讓他這麼以為的話 那我又如何能逼出真的證據 哥 既然如此 你剛剛為什麼要把那刺客放走呢 只要咱們逮到他 不什麼證據都有了嗎 那萬一他不肯招認呢 或者說他根本就不知道江大人滅門血案的事呢 那我們豈不是白費心計啊 不如放他回去當個傳信人 讓那陸瑞安覺得莫測高深 自亂陣交 圖窮避現 你說他們發現了你 那你又怎麼能夠全然離開 啊 是施不全叫他們不用追屬下來 是施不全有意放你走的 你不懂是吧 我明白告訴你好了 施不全手上什麼都沒有 這句話是他故意讓你聽得到的 好讓你把這句話傳給我 哼 差一點我們就上了他的當 遙遠 那韓玉 韓玉顯然是受了施不全的指使來探聽我的 這個忘恩賦義的東西 老爺, 輸上三更上神 江湖, 繼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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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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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你沒事吧 還好 還好 他為什麼要殺你啊 你不會去問那個人 我又不認識他 我到哪兒去問他 你真的不認識那個人 你說的什麼話啊 我一個女孩子家 怎麼會去跟那些五刀 用劍的人扯在一塊呢 那你為什麼敢出面就 難道你不怕那個人傷你嗎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只是怕你受傷 就, 就忘記害怕了 走 走 我們去把這些事情跟我爹說去 讓他替你想個對策 或者是 找個人來保護你啊 我不去 為什麼 不去就是不去 不為什麼 那 萬一那個人又來殺你呢 殺就殺 好, 你不去 我去 我去 相公 你們都看見了 聽如雙姑娘的口氣 她好像還不知道她爹做的事 相公 剛才殺你那個人 就是當年殺我和小娟的同一個人 什麼 聽說是沒有情緩繞 無法有人愛她 她 她 想要 是 這種事情今晚不只一次了 要不然屬下怎麼會失守呢 有這麼奇怪的事情 難怪我覺得那個刺客挺眼熟的 原來是你 小姐, 我 你給我閉嘴 你沒有資格跟我講話 老爺 還不下去 雙兒 你聽我說 韓玉非上不行 為什麼 難不成你跟他有仇啊 還是你有什麼把比被人殺了? 我 我知道了 韓玉一直在打聽懷河血害的經過 讓你很生氣 在那件事情當中 你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對不對? 爹 你到底做了些什麼事? 難道說 那些人命全部都是你害的 我怕韓玉把這件事情給掀出來 不要說了 雙兒 這件事情你不要管好不好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還是要殺韓玉了 我要是不殺他 他一定會置我於死地 不行 爹 我喜歡韓玉 你要是殺了他的話 我就跟你沒完沒了 韓玉 走吧 到我房裡去 做什麼 免得再有人來殺你 到我房裡去之後 看誰還敢再動你一個海貓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為什麼 男女有別 我怎麼能到你房裡 命都快沒有了 還管什麼男女有別 走啦 走啦 我不去嘛 走啦 你跟我去啦 小姐 怎麼辦 他把韓相公拖走了 讓他去了 眼前恐怕也只有他能保住相公 可是萬一他和相公有什麼 小娟 你別忘了 我們已經不是陽世間的人了 我什麼資格都沒了 小姐 看這個情形 我們不出面是不行嗎 走 我們給他們點顏色看看 也好祝相公一臂之力 不可以 請你放手 陸小姐 你幹嘛 你怕我吃了你不沉 喜豬 你要外面是守著 有什麼動靜的話 趕快動作 謝謝小姐 你啊 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說你才好 現在想一想 我打你一巴掌都還嫌不夠的呢 今天要不是我吃得住我爹的話 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你已經知道 你爹要殺我的嗎 我爹那個脾氣我最清楚了 誰要是敢跟他做對話 他是絕對不會放過的 你這不是自找的嗎 你怎麼可以這麼說呢 難道 他不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嗎 負責 這天災人禍的事 他怎麼負責啊 頂多 也不過是個督導不周的罪吧 不 不是督導不周 是一意孤行草間人命 你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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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不是要拿这个 过来拿 不好了 导演 有鬼啊 有鬼 你胡說 我真希望我是胡說 可是事實確實如此 你 你有什麼證據 剛才要殺我那個人 是不是叫做劉勇 你認識他 我沒有見過他 不過我可以確定 他就是當年要殺江大人 女兒和丫鬟的那個兇手 你怎麼什麼都知道 原來你真的在查我爹 我不得不這麼做 那你想怎麼樣 難道你要把我爹送上罰場 那就要看萬歲爺的財多了 這哪有什麼鬼啊 奇美老爺 剛才明明這麼有兩個女鬼啊 我看 是韓瑜在搞鬼 他還以為這樣 就可以套住我的事了 跟我走 去哪兒 殺韓瑜 小姐 小姐 老爺來了 這怎麼辦 打床上去 快呀 你嚇死我 快 不好吧 上去 快呀 快呀 荒唐 荒唐 你們兩個 竟然還做出這種事情來 陸大人 你給我住口 你還有臉跟我說話嗎 你別說 你別說 我來說了 爹 來 爹 你別生那麼大的氣嘛 我們兩個那門親事不是早就說好了的嗎 那我們兩個在一起 這也沒什麼不對啊 而且 爹 您三年前那本帳子全在他肚子裡 他要不成了您女婿的話 怎麼肯放過你啊 那要看他答不答應啊 他在我的床上被您給發現 他要是不答應的話 您不可以趁這個機會 把他給除掉 我根本的傻蛋 真的麻煩 爹,您就不顧我的名譽了 那你叫我以後嫁給誰去 韓玉,我爹 好不容易答應我們的親事 那 現在就看你怎麼說了 我 其實 我什麼我啊 我們倆都贏在一起了 你還想反悔啊 這事情要是喘出去的話 我不太沒有臉見人 你的前程也不保了 可是 可是什麼 你要是趕回了我女兒的名譽 我一定會殺你 這一回 別不是嚇過你的 好 我答應你 到我了 不見嗎 好 我可以 你 你 我 我 這都是陸奴雙射的圈頭 有其父必有情,一點也沒錯 你也別怪陸小姐 其實她是一個很聰明的女孩 她這麼做既可以救海相公的性命 又能夠解除她父親的危機 更重要的是 她還能夠達成想嫁給海相公的心願 那這陸奴雙也的確太厲害了 要是他們真沉了清 那海相公有無措之日啊 這就要看陸小姐怎麼對待她 如果她能夠安分地做個嫌棄人物 那反而是海相公的福氣 難不成你還想祝福他們啊 小君 海相公過的幸福 難道就不能是我的心願了 那我們的冤情就這麼算了嗎 如果我說算了 你怎麼說 你是說 你為了韓相公的幸福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我怎麼做就是啊 小君 你怎麼說 我怎麼做就是啊 小君 你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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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這邊 我自己做 我自己去 你啊 我自己去 你去 你去哪兒 都在吟詩的 我就說嘛 你們這些文人雅師 一天到晚就在說什麼雲啊 月啊的 好漂亮的銀川 還給我 還給我 好可愛喔 還有鈴鐺在上面 你在哪兒買的 我在國安店買的 送給我吧 不行啦 不行 還給我 怎麼?你捨不得 我 我們都快成親了 就算送給我當定情之物 這也不為過 你別那麼小氣嘛 謝啦 對了,我問我告訴你 我爹說 他已經把我們的婚期給定了 有事兒 你有事兒 您先看看這田子 還要澄清 可不是呢 這狀元公乃是前去查案的 可沒想到他這回正前召親 任賊作父 你說這是什麼狀元公啊 這下可好了 他們倒成了一家人 我看江大人的冤情 不知道何日曾見天日 你們都別亂下斷問 我看此事定有蹊蹺 哥,你看出了什麼 這邀請人竟然是陸瑞安啊 那又怎麼樣呢 當然不對啊 要取親的是韓裕啊 所以邀請人應該是 韓裕的雙親巨名才對 就算他雙親路途遙遠 來不及趕到 那陸瑞安也不應該有所堅越 嗯,說得是的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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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 好酒啊 增酒, 增酒 賢婿啊, 敬一下賈師爺 是是是 賈師爺, 我敬你, 隨意 不敢他, 不敢他, 隨意 賈師爺, 這是毛腿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恩師, 學生的酒量不行啊 乾杯, 乾杯 我都乾了 增酒, 增酒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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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我說莊元公, 您怎麼了 是不會喝酒, 還是有什麼心事啊 賈師爺, 韓宇子紅韻燈頭 怎麼會有心事呢 他是真的不會喝酒 那不勉強, 不勉強莊元公 賈師爺, 這是毛腿 再喝一杯 在下不剩酒力, 小心心告退了 好, 好, 對不起 我說莊元公, 您不喝酒 咱可以聊聊嗎 別走 賈師爺, 坐 喝, 啥臉 你怎麼會在這兒 你先別問我, 你快說 你在搞什麼鬼嗎 怎麼突然間, 跟陸如雙成親呢 我也不過只是, 只是將計就計罷了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事情太複雜 我也一時解釋不清楚 總之, 如果我不答應這門親事 陸大人就有足夠的理由把我給殺了 陳青只不過是權宜之計 這件案子, 我一定還要查下去 可是, 你已經成了他們的女婿了 你怎麼可能跟你的老丈人做對呢 我, 我是被逼的 可是在我的心裡, 我是不會承認這層關係的 那求女知不知道這件事 我一直在找她 可是, 她也不肯出現 我想, 她一定是誤會我的 看樣子啊 你八成, 是對秋月動了心 你一定覺得很荒謬, 是不是 我居然會喜歡上一個 其實, 他們也是有情有義的 只不過沒有肉身而已 莊員工 那你平常是怎麼樣找他們的 她給了我一個迎川 上面有鈴鐺 只要搖一搖, 鈴鐺一響 她就出現 不要搖了 成小姐, 你不要再搖了 小姐, 我看不過去的 我替你去 小姐 小姐 告訴她 她好好對她, 林小姐 要再想我了 我替你收緊 那你走了 我要再挖完 蛇可 你們派了 妳可以怎麼摸 小薰 小薰 不可以 我來看看 他只是被殺菸過去了 又不來了 快走 小姐, 小姐 不好了, 小姐昏倒了 快帶我去看看 是 好, 持候賈師爺 是 我剛聽到 誰暈倒了 誰暈了 我說, 陸大人呢 陸大人有事出去了 有事出去了 假的, 您喝醉了 醉什麼呀 兩瓶茅檯算什麼 好了, 行了, 行了 我去上個茅房 你給我弄條熱毛巾 是, 我這件事 是 趙員工 趙員工 你快出來了 趙員工 小姐 你看誰來了 仇玉 還看什麼, 走啊 仇玉 你快點說 我明白 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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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不可以這樣對我 為什麼 你不是說你明白嗎 我了解你的問題 可是那畢竟是個事實 你不能對不起陸小姐 那是不公平的 你到這個時候 還幫她說話 要不是她算計我 我怎麼會 不 我是因為她喜歡你 一方面 也是為了保護你 在這方面 我就不如她 仇玉 仇玉 你還不明白我 說的話嗎 我只是一個魂魄 什麼都不能為你做 我沒有驅客 你不能一輩子 一輩子 一輩子金花雪月過日子 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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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玉, 你聽我說 您想到 對她公不公平 您有沒有想過 對我公平嗎 然後 他有沒有驅隔 那是他的事 我喜歡的是你 是你啊 仇玉 您不要離開我 你不是答應過 要跟我深深思思在一起嗎 你怎麼可以說走就走 說走就走呢 仇玉 丑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們都認識他嗎? 認識 那他們的感情如何 感情好得很 胡椒四季,昏夜黑地的 這就難怪 難怪那韓玉他會避談陸家的親事 原來這其中還有這一段引起 我倒想看看這位家人有多好 不,沒問題 不,還是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問題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英... 賈師爺,你說句話嗎? 大人 他的身份有點尷尬 恐怕不適合露面 對啊 女孩子家通常遇到這種事情 總是不太好意思出來見人吧 也是有道理 那我就好好的想個對策 好一對金銅玉女,株連璧和 大學士陸瑞安要嫁閨女一事 你可知情 回萬歲 我也曾你在日前收到的喜帖 並且命賈晴天被你前往祝賀過了 很好 你二人過去有些誤會 如今趁這個機會 進釋前嫌 也未常不是件好事啊 且禀萬歲 微臣對師大人素來景仰 心中並無半點戒體 非單如此 微臣還將請師大人為小女扶贈組婚 但不知師大人一下如何 師出無名,怎敢見月 師師文 你就別客氣了 新科狀元韓玉是你的同鄉 你當他的主婚人 你不為過啊 就答應啊 陳尊子